五百年前,行者一路向西,至雷音寺取得真经,逞斗战圣佛。 在五百年前,石源自花果山出,将天界较得个天凡地覆。 万妖眼中,佛陀长剑五百年,磨尽他的锐气。 但在神佛眼中,是教化,终令魔缘得道。 齐天大圣,斗战圣佛,石头凤冻出来的新元,在天地生灵眼中有万般相貌。 却也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却到那罗刹女访旧邻故地,石头经,陆祖火焰山,闹出好大动静。 诗云,赤山苍岩,精错鹅,太阴交善,动婆娑。 此山由我管,此路是我开。 若想上到火焰山,行过了我石头这关。 小小精怪,也敢挡我的路。 画表那罗刹女行至火焰山地界,不期陆遇完石,两相斗其法来。 正是 沙飞风响,野境乱,地动山摇,草木摧。 罗刹摇扇的寒光彻,怪石星云,摇雾开。 斗精五七回合,罗刹女几乎斗战圣佛之名。 那石头即刻一声号令,被换来驻战的众小妖,便呼得散个无形无影。 人人都知晓那斗战圣佛从前是个石猴。 没想到如今在这火焰山,也修出了个泼皮石头精,竟在此挡路。 你这牙尖嘴里的妖精,既知道斗战圣佛在此,还敢来撒野放雕。 且张大你那石头缝里的眼睛瞧仔细。 你奶奶我是翠云山芭蕉洞得道多年的地仙,可不是什么无名妖卑。 仙?可笑,可笑。 可笑,我虽未化形生木,可心却不盲。 你分明怨气深重啊。 不知你在何处得的道,又是如何成的仙。 与你饶舌这些又有何用? 让开,莫爱着我寻的猴子。 杜战圣佛正在此清修,我奉命堪管此山,岂能容你搅扰。 哼,我倒怎得如此难缠,远是猴子收服的精怪。 不让路,就休怪我又不客气。 眼见罗刹女捏起芭蕉扇,眼看又要与石头斗在一处。 虚空中竟斗得荡来一阵灵鹰。 哼,烦死了。 好容易躲个清闲,好眠一觉。 耳朵里却全是过躁之声。 是何人与我那震山石在吵闹不休? 系来了,何不献身? 斗战圣佛,你可还认得我? 阿弥陀佛,我认得不认得。 猴子,你难道忘了? 当年若非我见你芭蕉扇,又如何翻得过这火焰山,悉行成了佛? 哦,要说这事儿嘛,我自然记得。 那你又何故乔章作致,装作不认得我。 你满腹嗔恨,一身吃愿,与当日受度之时判若两人。 也怪不得俺老孙一时看错。 当日,若不是,罢了。 心若我并非来险恤虚虔臣的。 斗战圣佛,我有要事相伤。 来者是客,既有所求,我便发发慈悲,听一听又如何。 石头,放行。 话说那灵阴未消之计,山前路开,然请知仗云蝶声,剑欲迷眼。 石云,云鹤摇秒,已无路,罗刹心迷,眼能渡。 说要放行却又阻拦。 兜战圣佛,你这是何意? 路在脚下却又迷途。 罗刹,不如问问你自己吧。 却说罗刹女被迷云罩住,不得托付,便撵了个绝,念去咒语。 手中扇子当时长了有一丈二尺长短,山下阴风骤起。 罗刹女正出云间,只见眼前哪儿还有什么火焰山,只得一派荒游之景。 这又是何地?莫非是那猴子在耍我? 哈哈,这可赖不到我头上。 是你自个儿魔杖身丸才到了此地。 你,堂堂斗战圣佛,为何躲在暗处故弄喧虚? 莫嚷莫嚷,脑袋疼得很,往前走便得了。 怪了,这么些精怪聚在此处,为何却一丝妖气也无? 他们呢,不过是你心中业障所化的虚相,又不是外头那些个天生地养的精怪,哪儿来的妖气吗? 猴子,你再敢亏提我心声。 阿弥陀佛,若不知你所知所想,俺老孙何以点化你心中愿解呀? 谁要你点化? 你也要学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佛陀菩萨,满嘴的虚然假意,满脑子度化众生啊。 哦,俺老孙猜得果然没错。 你,愿的是佛祖啊? 当年只因佛祖兴之所起的一句话,我便只能离了罗刹国,从此与我族人势不两立。 又何曾有人问过我,究竟是否愿意成仙? 罗刹,愿之如此深重,可是要反噬心魂的。 哼,我分明不想,不愿! 麻烦,来都来了,俺老孙就帮你一回,便。 俺老孙来也。 等等。 都放了分身帮你了,怎么,还要老孙把金箍棒和金斗云都留下,送你不成? 既然你方才愿意出手相助,我已不想无理乱缠。 今日我来,其实是想借一物。 哦,还真是来讨宝贝的。 这是。 心魔残惠,已浸然此间。走吧。 定不辱命。 说吧,要借何物啊? 我听闻斗战圣佛身上有件法宝,名为救命毫毛。 可随机应变,就得极苦之灾。 哦,原来是看上了老孙的毫毛啊。 却不知你要救什么苦,寄什么灾。 我得道修成,天廷命我不日后前去拜寿仙露。 必识,必得用到此物。 哼,俺老孙早知道了,你是想在寿风时反上天廷吧。 是又如何? 既然做妖做仙都不得自由,不如闹些动静,总比不声不响的魂恶一势强。 于婉,佛族好心度你,你却仍想着对付他,不见不见。 猴子,你难道忘了,当年你也曾大闹天宫。 当年,彼师有我,如今无我。 我早已悉行成佛,修成正果了。 说得倒好听,你的成佛之道,不也是随意打杀金怪修来的? 究竟数为正果,数为恶硬。 难道,只有天上的佛陀菩萨才是正道? 地上的金怪不符此道,不是被打死,就要被度化。 又有何人曾听过我们的心声,解过我们的因果。 怎么,被我说中了,心虚了? 可还记得白狐岭就是,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说完了?说完了便叫你看看,当年那张旧事究竟如何? 说完了便当年那张旧事究竟如何? 说完了便当年那张旧事究竟如何? 白狐岭,但见其间乱蓬眼肿,不闻夜夜寒照汽油。 诗云,荒野幽华则枯骨,浑梦无端,叹疏乎。 梦中恍然,已过百年,山里又换了枯荣,而眼下,我,又是谁? 常言道,山高必有怪,两军却生惊。 当年荒山白骨吸取太阴精华,抽而化形成人,不义却被惊扰。 只听棒锣声响起,路边闪出三五大汗,手指冷牙棒,肩横,骨踏腾。 却倒是谁,原来是在此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贼人。 大哥,俺们眼瞅那马车逃到了这儿,怎的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定是进林子里躲了起来,搜。 大哥,前头那林子阴风阵阵的,看着就没藏什么好鸟,真要进去啊。 怕啥,想想那香精鸟玉的马车,里头得有多少基因财猫。 干完这票,咱少说能舒服个大半年。 哦,大哥说的对啊,就算前头有挖心吃飞的精怪,俺们大不了跟着拼了,兄弟们,上。 老爷 那伙贼人好像往这头来了 要不咱们还是骑了马车逃命吧 胡说什么 这车宝贝可是我全部身家 我还指望着靠他们翻身呢 好生躲着 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我们 娘 我怕 我要回家 快闭嘴 原来藏在这儿啊 这好汉饶命 饶命可以 乖乖交出买路财 要是有半个不字 咱兄弟几个可不会留情 小的给钱 只是车里头皆是祖上留下的传家宝 各位爷爷能否通融则割 留些给小的 咱陆陵可不是吉士 没有讨价还价的规矩 那这口晦气 这什么鬼东西 算了 听明白没 你也有我再说一遍 不交全东西就交出命来 好汉 英雄 手下留情 不如这样 小的把七女弟给 不 送给您几位 只求您给我留几千宝贝 老爷 老爷 好热闹啊 踩了我 也无一人管我吗 谁在那装神的鬼 现在给爷爷出来 让你不死 哦 想见我吗 好啊 有 是妖鬼 兄弟们 先撤 想跑 晚了 啊 呦 哟 哟 哟 多谢妖王大人 张义狡贼 感谢妖王大人活命之恩 小的 小的就不爱着妖王大人了 这就走 我可没让你走啊 哟哟 哼 人的灵气 真好吃啊 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话说当年大圣凭降龙佛虎的手段 翻江脚海的神通 这一条如意金箍棒大闹天宫 十万天兵神将也盖不能敌 诗云 踏雾灯云斗诸天 成阴化果 古媚谦 中文字幕志愿者 齐天大圣孙悟空 原来 做妖王能这样自私威风 皆说 障音托元 乃有果生 果又成音 辗转不息 那日悟空打上灵霄殿 大战天神将 白骨夫人于地上见其英姿 由此种下一段因果 竟也收罗众妖 战衫撑起王来 哥哥 歇息歇息吧 日是从这山头寻到那山头 累得俺燕帽金星 手马脚软 奶奶下了令 有甚办法 寻不够时辰 回去怎么交差 也是 奶奶下的禁止可不是闹着玩的 腰中自有苦命腰 忍命吧 哥哥 说来倒怪 咱寻的锦日山 连一个活人也没见着 也不知这是遭了什么灾 方圆百里的村子 一个个都搬空了呀 哪有什么灾 奶奶大张旗鼓地抓人来吃 真当他们一个个像你般呆呆傻傻 都不知道逃呢 哦 有道理啊 这么说 这寻山的火还不赖 总比替奶奶抓人厂啊 不仅是人 就连白虎岭的妖怪 都被咱们奶奶收了个干净 眼见无妖可用了 奶奶前几日还去东边海里 卤了不少金怪 啊 也听说了 是叫什么奔波罢 还是伴伯奔的罢 谁知那些虾兵蟹将上的地 一个个蔫的走不动路里 奶奶这才打发了他们回去 要省在世 省不由己罢了 哼 还是先前在苍丰洞 做金怪事自在 乱当时闲了 就带些张子野兔吃 吃饱了就回洞里睡大觉 哪有这么多腥风血雨呢 藏风洞 我记得那儿离白虎岭百八十里 你怎的就投到这里来了 暗听说白虎岭有个腰带王 心想跟了他必能出人头地 哪知来了就被指派着日夜学山呢 哼 都怪当日好巧不巧 奶奶见了齐天大圣 大闹天庭耍威风 从此就找了魔道 一心要修炼成像他一般的妖王 倒害得我等小姚小怪 也跟着受累 齐天大赦 莫不是那个被佛祖压了五百年 后来被个和尚救了 便死心塌地了跟了和尚去取经的那个 孙悟空 正是他 听说那孙悟空是个毛脸雷公嘴 另有两个长嘴大耳朵和尚 晦气色脸和尚 都是那唐三藏的徒弟 等等 哥哥 莫不是我眼花了 毛脸雷公嘴的 长嘴打耳朵的 灰漆色脸的 还有那骑在白马上的白胖和尚 怎么都大摇大摆地走在山下的小道上啊 还呆着做什么 那就是唐三藏师徒一行人 赶紧回去禀报奶奶 奶奶 祸事了 祸事了 慌慌张张的 有剩祸事 那毛脸雷公嘴 那齐天大赦孙悟空又打上来了 什么 齐天大赦来了 这算什么祸事 分明是天大的喜事 乖绝鬼 你去把齐天大赦请进洞来 啊 我 怎么 还怕大赦吃了你不成 奶奶 小的听说 那孙大赦自从认了和尚做师父 一路大杀了不少妖怪 小的怕 怕是见了大赦 反而要找他不喜欢你 罢了 我亲自去请 奶奶 又有何事 奶奶您忘了 您也是妖怪呢 多嘴 大赦也是侯妖 还能不待见我 最多是要顾忌他师父唐三造 那我便化作人形 免得那和尚 让我好事 你叫我看的便是这些 当日白骨夫人三次化作人形 却都被你一棒打死 致死都未有机会说出心中事 你又何尝不算种下另一番因果 哦 是何因果 说我来听听 白骨夫人是造了杀孽不错 但亦是有其来因 其一 是他运气不佳 偏脱生在力气深重的枯骨之上 生来便有恶念 并非他自己所选 嗯 不错不错 那齐二呢 齐二 是他阴差阳错地选了当日大闹天庭的你做偶像 才会一心要做妖王 残生灵 而你却不由分说将他打杀 如何不算造业 善哉善哉 严老孙之见 你能修成帝仙道也不稀奇 是有几分慧根呢 猴子 莫和我说这些佛陀才会说的空话 听着真叫人厌烦 速速献身 将你那救命毫毛借我 真惊不得夸 罗刹 你的心性还去磨练呢 休要废话 向罗刹女与山石成困 谣善幻风皆不得脱 却见落石成虚寸步难移 诗云 风飙善斩碧影乱 实求心虚 弥惊远 猴子 莫不是要我三败无起 你这尊大佛才肯现身 安老孙早说了 如此心急 不过是白费力气 猴子 我知道你还在这儿 别装聋作哑 你将我困在这石头里做事 急什么 像安老孙当年可是被压了整整五百年 你倒好 这一会儿功夫便乱嚷乱叫起来了 你也要学那佛陀将我镇压在此 直至屈服不成 你且先在那石头堆里消停消停 但俺老孙讲完就是再说不迟 当年那白骨夫人早被你打得魂飞魄散 你自是西行取你的经 成你的佛去了 还有何后话 这后话嘛 正好要从我西行取了经成了佛后说起了 听说几日前 那五圣在灵山受风 终是功德圆满 修成正果了 说起来 当年那位齐天大圣大闹天庭之时 将咱们整个都帅公 也弄了个人仰马翻呢 可不是 好在眼下连那位都成了佛 往后便都是太平时节了 咱俩也就只需在这 看守看守烛火 倒也清闲 那闪着金光之物 想必就是烛生夜火了 老君 竟然老孙就借你这法宝一用 老孙 定不辱命 你不认为 堂堂斗战圣佛 受风后不在大雷音寺的佛座上听和尚们念经 却跑去天上偷烛火玩 你让我看的就是这些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 俺老孙废了这番功夫 可不是为了好玩 而是 要了结当年白虎岭的旧愿 你倒说说 如何了结它 就凭偷盗烛火吗 这兜帅公的竹生夜火可非凡物 它由老君丹炉中而来 是个智阳智珍的巧妙法宝 不取到竹火 我又怎么能助那白虎 坟叶嚣张呢 白虎夫人早被你打得连骨头扎也不剩 烟消云散了 还谈什么坟叶嚣张 因果未了 何以潇洒 白虎岭上还留了一缕残魂 日夜徘徊 难以安宁 俺老孙回了趟白虎岭 用烛火炼了那魂上的杀念 叫他好生转世投胎去了 转世投胎 白虎夫人一心要做妖王 怎会愿意深入轮回去做个凡人 难道 是你 强行度化了他去做人 俺老孙可不是那种人 一切都是他自己所选 笑话 在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佛面前 我们何来选择的自由 罢了罢了 看来你还是得在石头里待上一阵 你 猴子 放我出去 时候未到 既你不信 就亲眼看看 我是如何度化的白骨的 不率功烛火失道 天庭浅降下凡 寻踪追迹 却到了那白虎岭上 师云 天降鸡道问烛火 心缘护魔解肃果 淡灯 大胆妖孽 竟敢偷到兜帅公法宝 还不愧认罪辅诛 且说当年悟空自兜帅公取下烛火 重返白虎岭 寻得白骨夫人残魂神石 然天庭追兵随志 责问道火之罪 知节旁生 二人只得暂断所续 诗云前尘未消因果絮 夜火中敌恩怨临 白骨游说当年事 圣佛确度此时心 要是奉命捉拿偷盗竹生夜火的妖孽 斗战圣佛 缘何阻拦 那竹火是俺老孙拿的 二等别错怪了旁人 敢问斗战圣佛 以用法宝可得玉帝批奏 成日批奏 天平那凡文入节也忒费事儿 俺老孙今日借竹火是有正经用处 你们且先回去交差 待事了后老孙自回去向玉帝禀告 私自挪用法宝有为天规 还请斗战圣佛 即可随无等回天庭念见玉帝 如若不然只能得罪了 烦死了 饶舌许多不知变通 真是多嘴啊 妖孽残魂不自量力 为恶犯上 即当诛之 这可不成 好容易聚齐的魂 俺老孙还没来得及度他呢 斗战圣佛 竟偷盗法宝包庇妖物 无等这边回去 兵报玉帝 这就对了嘛 早让你们先回去交差 非拉着老孙打一架不可 方才和你说到哪了 对了 老孙要送你入轮回投胎去 投胎 我为何要投胎 前世我苦心经营 一心要做你那般威风的妖王 你打死了我 还要劝我去做人吗 当年我大闹天庭时 你不过匆匆一瞥 也未醒得 老孙究竟何思何求 而刹那念动旺声 你倒在心里头 画了个有模有样的影出来 你可曾扪心自问过 究竟是你自己想做妖王 还是只想一味模仿一个存于虚妄的幻影 想不明白 我便帮你一回 习惯 这是 夜生烛火已焚进你身上的沙孽 现在我在问你 你想要的究竟是何 我 不知道 嗯 不知道就对了 因为旁人的道中 从没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你想要的得自己去寻 你又要怎么选 孙悟空 你和我想的 很不一样 但好像 你有本该如此 从前天生之命 不由你选 今朝 就随本心 再活一次吧 那边两个小鬼 还不快出来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阿门听见前头在打打杀杀 像是大王在斗法 不敢上前打脚 绝非意图不轨 嗨 谁问你们这个 你们身上被下了何数法 回 回禀大王 我等从前是这白虎岭白骨夫人的手下 受她禁止 离不开此地 只能日日在这寻山 这等小事有何难办 禁止以除 你们从哪来的 便回哪去吧 真的 快活仇 俺们自由了 多谢大王 感谢大王 敢问大王 尊姓大名 我名叫孙悟空 可不是什么大王 俺老孙 要先行一步了 孙悟空 就是传书中大脑天宫的齐天大圣 孙悟空 可 看着和从前不像啊 那是因为俺老孙 现在有个更强量的先名号 斗战圣佛 斗战圣佛 没想到 白骨夫人口里的大妖王 竟然成了符 没想到 高高在上的符 竟然是这样的 怪鬼鬼 高兴傻了 还待在那干嘛呢 咱们该回家了 好啊 回家 不行 困住你的石头 都自个儿移开了 看来 你又想明白了一些事 就当白骨夫人之事 确实你发了次善心 做了次好人 既然你如此慈悲 便把救命毫毛借我一用 又如何 都要返上天庭了 还惦记着用法宝报命 毫不奇怪 你懂什么 暗示针 挪刹燎 复祥辰 看来 看来你心有所悟 连老孙更近一步了 双模作样 好生于你说话 你却放火烧我 不是好歹 若不如此 你怎肯现身 怎么 说不过俺老孙 就想动手抢宝贝不成 多说无意 这救命毫毛 你到底给是不给 有本事 便自己来拿吧 太慢了 就这点能耐 还想去闹天平 怕是俺老孙 借你十根毫毛也没用 不如早日回你的芭蕉洞 安心做你的地仙去吧 猴子 是你逼我的 何人在此欺我煽气 牛大哥 我说嫂嫂 倒不至于将兄长也换来 对付俺老孙吧 谁是你嫂嫂 猴子 是我一招 我倒怎生如此奇怪 只会一句欺我煽妻 原来这牛大哥 只是你治的魁偶 我富而早被收响 臣缘已断 从此殊途何以得见 罢了 我与你说这么多做事 猴子冒跑 打又打不过 还要立完老孙和你在这儿 闲话家常不成 不留下救命毫毛 休想逃脱 公开嫂嫂 地方到了 莫追了 你这婆侯 这又是何地 身在其中 自然不吃其面目 休要浪费时间打哑谜 当年佛祖曾和我打了个赌 今日 我便也与你一赌如何 若你赢了 俺老孙便答应帮你 什么赌 那就要看你能不能翻出 俺老孙画的这五指山了 上回说到 那罗刹女身陷五指山 可谓心旺间万象皆虚 迷途处浣海无涯 诗云万千结生物账间 刹那心潘八交缓 神 罗刹 账字新生 可莫入了歧途咯 我生来便是罗刹 诗人皆说 罗刹恶鬼 诗人血肉 暴虐可畏 而我 似乎却并非如此 究竟 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或许是那日 遇到那个迷了路的凡人女娃 她不怕我 还送我她采的野果子 真是可笑 罗刹怎会是山里的果子 又酸又涩的 还真是难吃呀 但 我还是为她指了下山的路 我明白 人鬼疏义 本不两立 但我却总是爱管这些闲事 姐姐们笑说 都是我只吃山间野兔的缘故 久而久之 就变得同兔子一般软弱优肉 但他们也从未强迫过我吃人 走兽非情 花草林木 凡是天之造物 皆各有所别 母亲也说 我虽身为罗刹 与族人有益 亦非难容之事 但 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 那日 我于梦中见金光 金光里的那人问我 愿不愿修正果 我问 何为正果 他说 辱性本善 当托苦海 我问 何为苦海 他说 今后不必再与罗刹恶族为伍 就这样 我便被带离了从小生长的罗刹国 甚至还未来得及于母亲和姐姐们道别 难道 这一切只是因为我生来不同吗 只因这小小的不同 我便无所选择吗 我曾不记 也曾质问 但那端坐于金光之中的佛祖 却并无应答 从前没有 现在 未来 也都不会有 过去的事 就算想破脑袋又有何用 在这儿困着可是找不着出路的 又来了 猴子 别以为听了几句我的心声 便能说教我 哦 多虑了 老孙只是好心想来提醒你一句 别忘了咱们的赌约 我自然没忘 被过往所赴 有迷途民行 瞧瞧自你心中生出的这许多物账 将老孙这好好一座物纸扇都遮不见了 你留在这儿 就是为了说风凉话吗 哈哈哈哈 佛约 不可云 不可云 老孙你想看看 这物账之下究竟藏着什么呢 少废话 小废话 开封城山 小废话 了 小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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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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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来都不认得了吗 莫非你还从未来过这帝先庙 这不得好好瞧瞧看看呢 有什么好看的 若不是佛陀 我本不会来此 更不会坐这老实子地先 可按老孙分明记得 你被带离罗刹国后 虽心怀有怨 却也在做着善事呢 想当初火焰山 烈火沸腾 旱天赤地 也是你不远千里来山峰西火 才叫此方百姓得以不种收割 五谷养生 那是因为当年此地的小孩昼夜啼哭 绕得千里歪的我也不得安眠 这才勉强扇几下扇子 再灭山火罢了 况且这可不是白给的恩惠 扇一回扇子 我便会收赐血食 与他们也算互不相欠 知道知道 你所收不过是四珠四羊 画红表里 一香持果 几额没酒吗 倒也不严苛 故而此方百姓 且功称你一生铁扇仙 要说这些 可不是那佛祖逼你做的 是你依从本善之心所为 什么性善性恶 什么佛祖妖精 天生造物各有不同 偏要按你们所定的规矩 来诸在这世间的生灵吗 我生来便是罗刹 与族人不同 便一定要做菩萨神仙 才得以保全活命吗 菩萨 妖精 总是一念 若无一念 邪正俱无 所以俺老孙才说 烦恼即菩提 菩提即烦恼啊 满口大道理 和我说有何意 不如留着去庙里 说与你的信众听吧 说到信众 那祭台前不就是你的信众吗 罗刹 你就不想听听 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身为凶族恶鬼 那些人却错把我当成菩萨 若我真的现身 怕是要将他们下得魂飞魄散 那可不见得 地仙娘娘保佑 保佑十里八方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保佑我家娃娃 没病没在 平平安安 爷爷 你口气求了这么多 地仙娘娘都会听吗 当然了 地仙娘娘慈善心肠 定会保佑我们心愿成真的 不过这祭台上的地仙娘娘虽然漂亮 但看起来怎么有些凶 不怕 地仙娘娘面带凶相 是为了吓唬坏人和恶鬼的 就像那菩萨里头也有木木金刚啊 嗯 和爷爷一起再拜拜地仙娘娘 爷爷 地仙娘娘是从哪里来的呀 她从小就住在这里吗 地仙娘娘原来可住得远呐 听说她是从罗刹国来的 罗刹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是书里吃人的妖怪 菩萨和妖怪都是名号而已 重要的是看她做了什么 生而为罗刹 这是天生的 自个儿没法选 但她后来做了这许多善事 就成了地仙庙里的娘娘 嗯 我明白了 就像爷爷从前教我的 有人出身贫寒 却也能为天地利命 嗯哼哼哼 娃娃真聪明 天色不早了 这荒山野岭怕是有豺狼哪 咱们回家吧 你 妖 妖怪 不对 你是 嗯 爷爷 真的 真的有妖怪 娃娃莫胡说 这是地仙娘娘啊 地仙娘娘现灵了 不是的 爷爷 妖怪 在地仙娘娘身后 哈哈 看来你的模样倒不计按老孙变化出的吓人 猴子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兜兜转转半天 老孙也烦了 不妨直接告诉你 那祭台所在之处便是五指山的出口 不过嘛 你若是从这儿出去了 可护不得你这信众的安危了 你 休想伤他们 幻境虚影也值得拼此守护嘛 罗刹 你这慈善心肠倒是不假 当得起一声菩萨 小废话 小废话 地仙娘娘打败了妖怪 她和祭台上的塑像一样好看 而且明明一点也不行呢 傻娃娃 爷爷说了不用怕 地仙娘娘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不错不错 方才一战终于让俺老孙听到了你的心声 你本不惜玉石聚焚 且救命杭毛 只为保全你的无辜信咒 不受天庭牵连责罚 是又如何 我恨佛陀强度 恨天道不可为 恨着强家的正果 果真如此 将佛祖天道视作对手 真是不自量力 我眼前的对手 是由你 斗战胜佛 我 竟然赢了吗 赢了孙悟空 赢了佛 那是 你赢了 那便是五指山的出口了 不过 你这回打赢的可不是俺老孙 而是你自己 我自己 是啊 你不妨好好想想 你恨的究竟是佛陀呢 还是当年那个面对佛陀时无能为力的自己 你 你 方才并没有用尽全力吧 这重要吗 斗天命斗的是自己的天命 对手永远只有你自己 既然找着了出口 老孙自会信守承诺 不过 有件事要说在前头 我这几根救命毫毛虽有神通 但怕是护不全你方圆百里的数万信众 不可能 怎会有这么多 这出口外头就是你那真正的地仙庙了 不信就自己去瞧瞅喽 哎 救命毫毛不戒了 不戒了 多谢你 斗战圣服 咱走了大半个月了 怎么还没到你那仓风洞啊 说好的一起回去打张子细温泉 该不会是宽我的吧 嗯 这 回家的山道 咋都全换了个模样啊 哥哥别接 再找找路 前头那两个小妖 还不速速止步 斗战圣佛在此正有要事 莫要打搅 哥哥 这有个会说话的石头经 好不稀奇啊 呆子 你成天在想些什么 没听到他说斗战圣佛他老人家在这儿 哼 看来你们也听过斗战圣佛名号 识乡的 先自个儿离去吧 哦 难怪方才远远的 便听见地斗山摇之声 想来 又是佛菩萨在斗法了 不愧是斗战圣佛 到哪儿都在斩妖除魔 浅薄 无知 诶 你这石头经 骂人做事啊 哼 斗战圣佛的名号 不是这么来的 不斗要挟 骂斗什么 斗战圣 斗的是烦恼 战的是执念 胜的是本心 呃 什么和什么 暗听不懂啊 哥哥 你听明白吗 没有 鱼丸 鱼丸 石头 一石不剑 倒在那儿说起法来了 呃 我 好说好说 这就随我会大雷音次 正好替我在佛座上和那帮和尚论个痛快 嗯 乖了 石头经不见了 像是被某种术法给收走了 哼 莫管他莫管他 哥哥 咱们继续走着 诶 等等 这是要往哪儿走 怕什么 走就是了 路就在脚下呀 走 至少 鱼 许多 为什么 我riz耳朵 你 去